诗篇第136篇 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用智慧照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照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照月亮星术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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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西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 耶路撒冷招烂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 拆毁 只拆到根基 耶和华 求你纪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你 向你带我们的 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诗篇第138篇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 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 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 仍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露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诗篇 第一百三十九篇 耶和华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塔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籍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 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腹避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你们耗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也忘称你的名 耶和华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正嫌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 第一百四十篇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 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 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 图谋奸恶 常常聚集 要征战 他们使舌头 尖利如舌 嘴里有回舌的毒气 希拉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 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 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图谋推我跌倒 骄傲人 为我暗设网络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 铺下网 设下圈套 希拉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 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我救恩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耶和华 求你不要随恶人的心愿 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 恐怕他们至高 希拉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嘴唇的坚恶 陷害自己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抛在深坑里 不能再起来 说恶言的人 在地上必坚立不住 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 将他打倒 我知道耶和华 必为困苦人申冤 必为穷乏人辩屈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甚至人必住在你面前 真言第三十章 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 就是真言 这人对仪铁和乌甲说 我比众人更蠢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智圣者 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级 他名叫什么 他儿子名叫什么 你知道吗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为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你不要向主人 缠绑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 你便算为有罪 有一宗人 咒诅父亲 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宗人 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 自己的污秽 有一宗人 眼目何其高傲 眼皮也是高举 有一宗人 牙如箭 齿如刀 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间的穷乏人 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 给呀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 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和食胎 进水不足的地并火 细小父亲 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她的眼睛 必为骨中的乌鸦 啄出来 为鹰除所吃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 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淫妇的道也是这样 她吃了把嘴一擦 就说 我没有行恶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仆人做王 鱼丸人吃饱 丑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接续竹母 地上有四样小物 却甚聪明 蚂蚁是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沙藩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蝗虫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手工用爪抓强 却住在王宫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共有四样 就是 狮子乃百兽中 最为猛烈 无所躲避的 猎狗 攻山羊 和无人能敌的君王 你若行事于完 自高自傲 或是怀了恶念 就当用手无口 咬牛奶 必成奶油 扭鼻子 必出血 照样激动怒气 必起争端 感谢您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